好多謝CUQ1220的回應 我想答一答他一些問題 第一就是去教會崇拜 他完全感覺不到神的存在 我也去過很多次教會 但是每一次我就看到很多傳教人的虛偽 所以使得我越看越對他們反感 不知你的感覺如何 所以慢慢叫我去教會的朋友 都不再叫我一齊去了 因為出來之後我就一直指出 他的傳導人在中間做那些小孩過程的步驟出來 他們覺得我這樣說就好沒有忍 意思是不再叫我去 至於就是你母親由佛教徒轉為基督徒 這個不奇怪 在一個這麼多基督徒的環境之下 實行被人這樣分野 尤其是那些老一代的 比較上思想上是容易些被人改變的態度 至於科學上的所謂進化論或者是宇宙論 這些東西我們是不需要相信的 因為這些東西我們是在科學上是經過證據搜集 然後歸納出來的理論 所以只要你一看通了那些證據之後 那些實物之後 這個科學理論就會很容易知道它的準確程度 譬如如果你是對進化論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看看各種化石 尤其是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些博覽館 可以將這些化石在更年代顯示出來 如果有的話大家可以看看那些化石的變化之類 再看看書本應該很容易明白 所以俗法論根本就不需要相信 而這是一個科學的結論 另外講到另一件事 他提到 就是說 最後那段 我先讀一下 另外有一個有趣的說法 如果這個語訊是一個不變的總和數目 為甚麼人類越來越多 而且一代比一代空殘 而動物數量 即人類以外越來越少 這件事我想 我不知道CQ1220的背景是甚麼 我問我 如果我假設你 假設錯了請原諒 我先講講 在一個語訊中的總和 我以前是看這個指甚麼 就是物質和能量 兩樣東西加起來是總和 應該是北變的 即是說 總共的能量和總共的物質加起來 但是物質和能量之間 就可以通過 有史丹的公式 E等於mc² 即是E等於mc 然後就是二次方 這個公式是轉換的 但是當然 轉換條件 就不在我們現在 日常之間 可以感覺到的轉換條件 譬如太陽裏面 就是在進行這些 但是 譬如我們地球上 溫度就沒有出現 除了一些小數地方 是做一些 原子反應之外 沒有這些東西出現 所以基本上 我們可以在地球上 當作物質行手 物質無變 但為何地球上 有這麼多活動 就是因為 我們如果看地球作為一個單位 的話 我們是被一個能源 不停照射著的 這就是太陽 太陽就是太陽光 照射到地球上 這個太陽光的能源 就推動了地球上面的活動 而地球總共 就存在了大約45億年 左右 在這45億年之中 我們人類 只是出現了 最最後那幾萬多年 一、幾萬年 就當作 看你由什麼 開始起計 有人說 由我們人類 哪一種種族開始起計 如果我們計回 我們現代人的話 出現了大約五萬年 而我們那個所謂 有手寫的歷史 就只是近年 近這五千年 左右 而我和你 都是生長在這個地球上 最多都是幾十歲 因為我們暫時幾十歲 我多過半個世紀 我不知道你年紀一 假設這樣 幾十年 所以 我們那個變化 看上來 我們人類不太重要 在整個進化過程之中 我們只是 在最後這一節才出現 將來是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這是第一 第二 為什麼我們人類 可以在這幾百年 二百五十年 左右 突然間人口上升得這麼厲害 人類的人口數字 有幾萬年 大約在七萬年前 左右 是不是七萬年前 還是七千年 我忘了 我忘了 曾經有一個很大的火山爆發 那個時間 我忘了是幾多年前 那時候 大火山爆發 那個大火山爆發 就是 Tobin Volcano Eruption To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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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uption 那次 基本上 將離開了亞洲 離開了非洲的人類 差不多 殺了 那麼 只剩下一點 因為那時候 火山爆發 是一個很大的爆發 影響很厲害 所以 我們人類的人口 經過一個瓶頸 瓶頸 即是大大大大 縮小了 然後再大 經過一個瓶頸的現象 這個瓶頸的現象 相信 當時剩下下來的人口 人 大約是幾千至一萬人之間 然後再慢慢慢慢 又再發展出來 一路都是說 一 一億人左右 差不多一億人左右 一路 只是在近 來到最近幾百年 才突然變成八億多人 會突然變多了 那為什麼呢 就因為大約二百五十年前 就發明了蒸氣機 於是我們用的能源 就開始不需要靠人力 或者動物力 而可以靠燒煤之類 發明了蒸氣機 有了蒸氣機 之後就發明了石油 可以有來煙機 因此我們突然間 就有很充裕的能源去用 以前我們就算是皇帝 有幾千人服侍你 都是幾千人 加起來才有幾千人匹馬力 但現在我們說 比如火車頭 幾萬匹馬力 這些根本 以前想像不到的東西 換句話說 我們在這二百五十年來 我們拿到一個很大很大的能源 因為有這麼大的能源 所以我們在食物 在生活 在各方面的條件 都非常之好 我們今天任何一個普通市民 總之你不用捱我 你的享受 都可以跟以前的皇帝比 你想想 又有冷氣機 冬又有風扇 sorry 冬又有暖氣機 這些東西以前的皇帝是哪有 沒有可能的事 冷氣機應該很難 以前最多就有幫你下線 沒有冷氣這件事 有找一塊兵 放在屋內 要有全兵 又是一個很有錢才行 所以 我們現在的人 人類的享受 比以前任何時代都好很多 原因 就是因為 我們有很便宜的能源 因為我們有很便宜的能源 所以人類突然就 噴噴聲 因為吃得飽 所以生得兒子多 那時候就 霸了所有地球 所有地方 於是越霸越多 因為我們八月八月多 將其他生物的生存環境 越推越少 其他生物自然就被我們逼走 逼死了 所以 現在人是越來越多 至於人是否越來越兇殘 似乎不是 但是 如果你看回歷史上 可以看到 人對其他人 在以前的兇殘程度 跟今天相比 都差很遠 當然 今天那個大殺傷力武器 就是 殺傷力很大 可以一個炸彈炸死幾百萬人 以前沒有辦法這樣做 但是 如果說 兇殘 以前的人類 比現在兇殘程度 不會少 我就覺得 所謂兇不兇殘 完全是看文化水平 越有文化的人 兇殘程度 就可能越低 但不等於 他殺人的時候 不厲害 越多文化的人 他手上的工具 越多 所以如果他做起壞事 上來越厲害 因此 兇殘程度 可以有限 連雞都不敢殺 當然 相反地 人類都不敢殺 但數字沒有那麼重要 以前人人要殺雞 起碼 已經不再是問題 所以我就不覺得 現在人類已經兇殘了 只是 現在的科技好了 使到 如果要殺人的時候 殺人的數量可以大很多 效率高很多 這就是那個分別 或者 你不同意的話 告訴我 我們大家繼續 聊下去 拜拜